哎呀好重啊 婷婷你这是干嘛 对了我把爸妈接过来了 以后他就跟咱们一块住 那好啊爸爸过来可就热闹多了 哎呀这房子可真漂亮啊 哎呀老婆子别都是跑 婷婷 他们不跟我打声招呼 就把他们接过来了 哎呀我爸妈你也是知道了 很好相熟的 再说了咱们住在一起啊 也方便我们孝顺他 他们呀也好照顾我们 妈你要尝的话可以呈在自己碗里 你这样就怎么喝呀 我尝了一下就不能喝了吗 我在老家不都是这样 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 就这样 我说为什么 你就别穷点就了赶紧吃吧 老婆子这是在孩子家 不是只有咱们俩 算了我吃饱了 哎老婆 陶子大方小朋友买这么多不花钱吗 妈 这都是给咱们全家人买的换季穿的衣服 我今天收拾你房间的时候 那柜子里面钱是你的衣服 还兴着了以后别再买了 妈你进我房间了 怎么了 进你房间应该不用打报告吧 我 老婆 陶子呢 在房间呢 嗯 亲亲跟个黄黄龟一样的呆在房间 真是懒 老婆 怎么自从我爸妈来了之后啊 你总学会一个人呆在房间呢 老公 你觉得爸妈跟我们住在一起真的合适吗 算了有些事奶奶跟您说我去洗头了 爸 妈 你们看到我洗发水了没有 哦 天天不是住在公司吗 我看到洗发水不错 就拿去给我女儿用了 对了 还有你那柜子里面的衣服包包鞋子 我都清了一些给他了 妈 你怎么那么不就跟我同意 就随便给我的东西还拿去给别人 什么叫你的东西 那都不是我儿子转得起买的 你看看你媳妇本事不大脾气倒还不小 妈 你随便翻桃子的东西确实是不对 还把洗发水送给了婷婷 那她用什么呀 你怎么胳膊头往外挂呀 谁亲谁外你分不亲吗 还是真的你起了洗发忘了娘 行呐老婆子赶紧收拾东西 带我回家 天天当中接我过来 我就不同意 你现在知道错了吗 要回去你回去我不回去 我让回去就回去 中生问问问您妈回去 一会儿桃子别老毛点 爸 妈 现在很多媳妇不想跟公婆住 不是不和 也不是不孝顺 而是生活方式的不同 我们是两代人 两代人的社会背景不同 养成的价值观 消费观和生活方式都不一样 生活在一起久了 肯定会有很多的摩擦和约束感 这样矛盾自然而然也就来了 俗话说的好 宁可和公婆做邻居 也不要住在一起 所以分开住 对我们都好 最重要的是 不用处理复杂的婆媳关系 老婆 对不起 是我呢想的不够周到 现在爸妈回去了 走去洗手间 我去给你洗头 老公 起了坏了 我这200块钱你去哪儿了 站住你这拿的啥 哦 这是我跟小宝买的哪一份 哪一份 你哪来的钱啊 中生给的 你撒谎 这钱肯定是你偷的我的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肚里那200块钱不见呢 我正在纳闷 嘿果不虚然 这玩意就出现了 不是你偷的是谁偷的 你也许地外面的呢 不可能 我这两天就没出门 妈 这玩意就出现了 不是我 你还在狡辩 这个哪一份钱就算是终生给的 保护着你身上风吻无有 说不定我的钱被你藏的 快 妈 你怎么不问青红皂白 无凭无据的就说是桃子偷的呢 怪你搞错了怎么办 不是 不是他还认识谁 难道是你 我偷你钱干嘛呀 那点零花钱还是我给的呢 那不就完了 看看你取的什么东西 竟敢在家里偷钱 明天我要替他妈妈管家管家爬 哎呀你在家里找过没有啊 废话我肯定都找过了啊 那您说说您是放在哪个口袋不进的 就那个 那个口袋您仔细搜了没有啊 我我 那口袋肯定没有啊 我洗衣服就是要翻口袋的 但因为他翻的没有才知道不见呢 这不是是吗 我真是服了您 刚刚还说翻口袋 这就是您翻的口袋呀 赶紧给桃子道歉 哪有长辈跟孙子道歉的 行 桃子那你骂回去 妈 你太过分了 你怎么回事 教你媳妇摸你老妈呀 您自己为老不尊的 就别埋怨我们不敬重您 您也不想想 凭什么桃子要接受您平白无故泼来的脏水呀 人心都是肉长的 您一个轻飘飘的偷字 有没有考虑过会给别人造成多大的伤害 桃子对您清卑那是孝敬您 俗话说长者不尊 幼者不欲敬 以后您再这样欺负他 就别怪我们不尊重您不孝顺您呢 我只有一身看着 我随于 妈小月 你们怎么来了 来给你送点衣服 哈哈哈 这些衣服啊是给你的 妈这也太太傻呀 人哪不能忘本 这件衣服 是我结婚的时候 你爸爸送给我的 质量可好了 你少买一斤 就省一斤的钱吗 哎呀 嫂子 我真羡慕你呢 婆婆什么都想着你 这些东西都舍不得给我了 谢谢妈 我把衣服送去 嫂子 嫂子 这个口红我不喜欢了 给你吧 口红 不用了 我有 哎呀给你吧 小月 我平时带孩子不用口红 哎嫂子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哪有女人嫌弃口红多大 你是不是嫌弃我 给你就拉着 一只口红好几把呀 人家也是浪费 这不够你用好几个月 我回来了 老婆 你怎么了 这是妈给小月给的 我不喜欢 不知道怎么办 不喜欢了 那就先放着 你看看这个你喜不喜欢 哇 这是给我的吗 对呀 你喜欢吗 喜欢真好看 只要是你专门送给我的 我就喜欢 我去试一下 哎 儿子回来了 桃子嘞 啊 桃子进去睡衣服了 这就对了 这些都是好东西 现在还买不到了 妈 其实买衣服呢 也花不了几个钱 桃子现在还年轻 穿的跟个老太太似的 根本就不好看 再说了 您的衣服也未必适合她呀 谁跟老太太样的 才过了几年好日子 就飘了 再说了 衣服扔的多不吉利 我看她是我儿媳妇 我才送给她的 好看吗 好看 真适合你 你怎么又买新衣服了 我不给你几件了吗 妈 您的新衣啊 桃子她你的 可是你也不能逼着她穿不是 我给她 是瞧得起她 一转人 我还不给了 桃子 我没逼着你吧 没 没有 没事 交给我 妈 桃子呢以后这些旧衣服 旧袜子都不穿的 就全送给您吧 啥 她不穿就给我 也是啊 您穿的话确实有点违和 诶 给小月穿吧 她俩身材相近 您您又相仿 肯定穿的呢 什么 我又不是日子过不下去了 干嘛要穿她剩下的 这衣服也没破呀 不能浪费 你放心我都消过毒了 你妹妹说不喜欢 你就拿走 哪有逼着人家穿旧衣服的 妈 原来你明白这个道理啊 那么你为什么要逼着桃子 穿您穿过的旧衣服呢 还有你小月 你用过的口红就给桃子 你怎么做得出来呀 我这不是不想浪费吗 妈 把旧衣服送给别人的群体 是我们把旧衣服打理干净 而且是人家真的需要 如果您送出去的东西 对人家来说是个负担 只是您单方面的想把 实质无畏 气质可惜的肌内转嫁给别人 那不是强劲所难吗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您不能为了自己的捷径 去绑架别人的生活啊 我只有一些贪担 贪担